一一与多位里长握手之意 新北市长洪友宜率领各局处首长 到林口区出席第二场行动治理会议 与在地的里长面对面座谈 要讨论如何让林口发展更加的快速 这些小事情但是林口感受是最深的 这段时间谢谢大家在用心里外 我们更要努力地反应林口基因的事 洪友宜表示林口区都市发展非常的快 交通建设也成为林口区重要的议题 会持续针对林口对外交通规划 与中央充分沟通 要改善在地通联路网的环境 让林口的居民更加方便 除了交通之外 市长也在现场督促局处单位 里长反应的事项要快速跟上 别让第一线的里长难做人 让我们可以面对面跟各局势首长做沟通 很直接的向市府的长官来做反应 也能在第一时间内 获得各局势首长的回应 针对行动距离方案 长期服务居民的里长也非常有感 希望继续与新北市府合作 发展在地建设 造福大众 TVBS新闻李煌龙 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